俗话说人怕出名猪怕状 这部刚接着世界杯大红大紫的美女主播刘雨昕被网友爆出不仅整过容 居然还改了名字在微博上冒充未婚人士 据称刘雨昕原来微博叫流行rachel 已婚人士自从来了央视删除了所有以前的微博 每天冒充单身小姑娘 在光轨节当天还发出暗示自己单身的微博误导招揽粉丝 而如果你去搜索刘航 还可以看见他曾经在微博上发出自己的婚纱照 只是新郎的脸上被打了马赛克 不仅如此 网友还晒出了他早年在重庆卫视时的照片和现在一对比 哎 看来你的化妆师还真是厉害啊 整被整容暂现不谈 如果你真是已婚人士 这样公开透露择偶标准可就不太好了吧 优虎全于乐整理报道 韩国人的无论 现在大家会换个人最大的女性 决定性 就是 waww waww 他真的好笑 waw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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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aww